你要把它换一个布景颜色 第一个先到这个网站 官网里面的这个SIM SIMMING里面的一个 它里面有的这个工具 第二个记得先确定一下你的版本是不是 比较旧的 那当然新版有新版的好处 不过设定又会比较麻烦一点 如果你是因为我们 最后里面用的版本 实际上就是旧的版本 新的版本还没在用 所以 之后我们看看 因为如果你用新的版本的话 你会发现它好处蛮多的 光那个Icon 一下就爆增了 非常多 所以那个Icon 一下子你就可以 不是只有17个 几十个都可以用 那第1个就是版本 我们先用旧的好了 之后看看 我再花个时间再踹一下 因为这个东西 在网路上 因为这个东西也太新了 所以不见得网路上也有人分享 教你怎么做 所以变成说 有些东西 第一个踹出来的就把它分享出来 以后可能大家都看这个就好了 因为 会做跟不会做 就是 一个 一个基本动作 如果我没有介绍这个的话 你们要自己玩到会 其实也是 应该是 不太 也不可能 不太容易的事情 那第1个 记住就是用这个 旧的版本 第2个的话 我们就是直接 套用颜色 那当然你可以一直加 总共到 Z26种 那你可以怎么样呢 比如说加了一个颜色 加了颜色用拖拉的方法 然后变换颜色 可以从这边 再去调整 它的深浅 或者它的颜色 也可以再变更一下 其实我觉得它设计的还蛮厉害 蛮好的 等于是有点在云端 上面在做一些影像处理的动作 我觉得这个蛮厉害的 然后其他的颜色也是一样 刚刚我同学说这个按好像都会联动 是不是 对 可是颜色不一样啊 但是 这个可能再try一下 OK 然后其他的颜色 你只要改过的 改完之后的话 记得怎么样 再把它下载一下 那你会想说 老师那我刚刚已经下载一个 那怎么办 没关系盖过去就好了 如果你盖过去 本来没有C的 那就会有C的 比如说刚刚没有C 那我再把它下载 名称一样 按download download之后的话呢 会产生一个新的下载档 那一样你把它打开来 照那个顺序 因为我已经下载很多个 你看一下 最 修改日期吧 这个是新的 按右键一样 把它解压说 解压说字词好了 然后全部取代掉 主要是这个档 这个档 所以关键就是它嘛对不对 你只要把这个档怎么样 把它拖拉到我们的Dreamweaver底下 你只要动作不要做错 这样 拉到这个目录里面 这样子 放开 OK 重新载入 是 好 这个时候就更新了 那 怎么知道有没有啦 其实试一下 再来的话就是 确定一下 一样 这一行 主要是这一行 要变更 就是把原来是 用这一个 指向新的这一个 那我们来试一下 如果我刚刚的那个新的布景主题 要能够看到效果的话 第一个一样把这个 整个选取 然后看到那个整个 Page 的那个布景主题 本来是A嘛 我把它改成C看看 好 然后 及时看一下 有没有 效果出来了 但是 上面的部分没出来 所以再把什么 上面的部分 这个header 点一下 然后把它改成C 刚刚没有C嘛 现在C一下 及时一下 上面有了 下面一样嘛 反正就是 分成三个动作嘛 这个整个 然后上面跟下面 那这边再把它改成 C 即时看一下 下面也换了 那这样马上就会换个新的布景主题了 这样的感觉应该是 会比之前还要来得好更多了 那这样的话你每一个App 就可以做出非常多的花样 第一个 马上可以看到 不同的感觉 所以这样子 再来第二个 可能之后啦 这个按钮 上面的icons 有没有 也可以用新版的 不过新版这个后面再来讲 再来第三个就是说 因为这个地图你会发现 你放了这个地图 感觉 显得好像有点跟网页很像 但是呢 你很希望说呢 可不可能 就是说 各位应该都用到 用Google map吧 而且Google map 应该 越来 用的机会越来越大 像我在手机里面 跟这边是同步的 我如果找到了 我可以 在手机里面 这一个储存一个什么 这边 比如我找到那个绿导 这个 这个点 我可以怎么样呢 我可以把这个绿导 的这个点 直接储存之后 在我手机里面也可以看到 而且甚至在手机里面 也可以直接导航 而且我最近发现 手机这个导航 做的实在已经太棒了 几乎就跟那个导航系统 差不了多少 所以我发现这个Google map 已经快要把那个 导航公司 恐怕应该也混不下去了 干脆用他的就好了 而且他里面的资讯 又太多 Google 其实不只是要做地图 他其实是想要把所有的 食衣入行娱乐 通通都 把它包在地图这个平台 所以你会发现 像我出去吃东西的话 我通常会怎么样 搜寻附近 比如说吃东西的 点 那我会去找什么 比如说餐厅好了 那我会看什么 附近 而且我会故意去筛选 筛选什么 评分 一定要是四颗星以上的 所以如果他没有四颗星以上的话 我可能我不会进去 为什么 因为没有四颗星 以上的 说真的 我也曾经试过 真的还是有 有点准 就是说 一般 里面会有一些评价 那评价的话 通常 四颗星的 真的吃起来 真的还是比较好一点 而且老板人真的 也比较好一些些 OK 诸如此类的 那如果说呢 我今天希望把这个Google地图 可以把它直接包在什么 包在我的手机里面 我直接点下去 看到的不是刚刚那个图 而是看到Google地图的话 也没办法把它包进去 这个图 怎么样把它包进去 第一个你需要知道什么 你的这个点的经纬度 那怎么样知道经纬度 按右键 有没有 不知道各位有用过这个 这个功能 点了这个点之后的话 按右键 这边会出现什么 这是哪里 这功能非常好用 就是说 点击它的时候 你会发现 请注意看一下 这是哪里之后的话 会出现一个什么 经纬度 这个是 纬度 这个是 金度 OK 那我们将来呢 只要取得这两个词之后的话 其实 就可以利用这两个词 来变化 让地图 放在你要放的位置上 所以这个我想下个礼拜再来看好了 如何 做个地图 那我这边已经有做好的东西了 给各位看一下 比如说我今天呢 希望呢 显示一个 106的地图 并且可以把绿导地图包在我的手机里面 这个要怎么做呢 其实很简单 下一个礼拜再来看 及时看一下 你会发现 绿导地图就进来了 那你想这个绿导地图是好看的吗 你给他移动看看 他会动 他不是 死的 不像那个图是死的 然后你会想说 那这个地方呢 我可以把它变成 卫星地图 点开一下 可以 地图 看回原来的 有没有 其实也可以 比如卫星空照图 然后呢 地图 又切回来 OK 那再来你可不可以接紧 其实 如果在手机里面呢 可不可以 小人飞过来 可不可以看到接紧 可以的 没有问题 有没有 所以 如果这样的方式的话 在手机的话 好理想 那 可是要怎么样把它包进去 最后可以把它叉叉 又出来了 也就是你可以把手机 那个Google地图 包在你的地图里面 那这个部分的话 对于你将来在旅游页的应用 就会非常的好用了 那只是说呢 我们怎么样可以把它包进来 缩放 其实非常简单 没有几行程式 主要就是 可能需要有一些 JavaScript 不过这个地方 我会到时候给你们call 而且会告诉你们说 放在哪个地方 那你们需要知道 就是说它的经纬度 经纬度的部分的话 提供给它 这边有个经纬度 其实我只是把这个 Ventitude纬度 跟经度放上去 它就会自动 帮我把这个地图 放上来了 OK 所以这个部分的应用 其实非常广泛 那这个地方 还是需要点时间 不知道下礼拜 再来跟各位 讲一下 分享一下 这个部分的使用方法 如果你会用的话 以后 任何的景点 反正你就先 预先做好几个地标 点击之后 跳跳跳跳跳 而且甚至 反正一般的使用者 如果他要知道说 这附近有哪些景点 也会自动秀出来 那我觉得这个行销 商业用途很大 因为为什么 因为自动会把客人 如果他下载你的App 之后 你跟他讲的景点 其实就是 可能跟你有一定 商业利益 关系的 你跟他讲 那些生意都会特别好 OK 那这里的话 我想各位 试试看 先把那个 刚刚的这个部分 先完成 然后做出什么 不同的布景主题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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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